嗨大家好,欢迎来到乳乳食谱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锅贴 材料有四片五香豆腐干 255克小菠菜 一个粉丝,一大匙酱油 一有四分之一茶匙盐 一大匙红糖,一茶匙香菇精 四分之一茶匙肉桂粉 少许的黑胡椒粉 还有四大匙的黑芝麻油 粉团的材料有250克中筋面粉 75毫升热水 75毫升冷水 粉浆材料有半杯的水 一大匙加一茶匙中筋面粉 一茶匙黑芝麻油 一茶匙公盐乌醋 首先先和面 250克中筋面粉放入大碗中 用木筷子一边搅拌 一边放入75克热水 搅拌成絮状 这次使用咖啡胡烧的热水 放入75克冷水 锅贴面团 用半烫面 比较没有弹性 因为锅贴的面粉 是使用了热水 烫熟了部分的面团 所以相对于水饺的面团 锅贴的面团 比较没有弹性 但是有嚼劲 锅贴跟煎饺不同之处在于 煎饺是水饺煮熟后 用油煎香 而锅贴是直接生煎煎熟煎香 烫熟的面团比较容易塑造形状 所以不需要醒面 但静置可以使面粉和水充分融合 面团也容易比较方便快速的揉光滑 其实等内馅做好了 面团也静置好了 盖上盖子静置 现在制作内馅 把豆腐干中间横切三半 再切成细条 最后切细 切成小丁 粉丝洗净后泡冷水30秒 沥干水分静置 大约10分钟左右 粉丝切细 切记不要泡水太搅 粉丝会自然软化 烧开一大锅的热水 加入菠菜 快速的过水 菠菜一变色马上取出 放置等冷却后挤干水分 切细菠菜 切细菠菜备用 现在炒香豆腐干 取一个锅子放入2大匙油 放入豆腐干 炒香至黄棕色 大约4到5分钟左右 放入1茶匙盐 少许黑胡椒粉 1茶匙香菇精 1大匙红糖 1大匙酱油 拌炒均匀 炒香酱油后 放入1 4分之1茶匙的肉桂粉 2大匙黑芝麻油 加入调味料后 拌炒 主要是炒香豆干 增加豆干的香气 大约2分钟左右 现在豆干的香味非常浓郁 拌入粉丝 菠菜 搅拌均匀 最后调味 加入1 4分之1茶匙盐 2大匙黑芝麻油 黑芝麻油在内馅的调味非常重要 为主要内馅增加香味的来源 搅拌均匀 使用肉网 下面放大盆 接多余的水分 因为菠菜容易出水 使用粉丝 吸收菠菜多余的水分 保持内馅干燥 不潮湿 内馅准备好了 现在准备 锅贴的面皮 每到揉面的时候 就要开始听妈妈说故事的时候了 这动物要开集体的大会 这个鹿 看着那个狗头上带一个脚很漂亮 他就想把那个脚借来 带着头上去参加宴会 这样会增加它很漂亮 就是那个鸡 他说你做证人 我来跟那个狗来借这个狗脚 结果那个鸡就答应了 结果狗就很快爽开 就把那个脚就借给鹿了 鹿带着头上去参加宴会 从此又带着头上 就不还给他了 大公鸡早上叫 咕咕咕咕咕咕 台语叫做 鹿的脚还给狗哥 叫了油来 是这样子来的 取面团 切成两半 稍微揉一下 用双手慢慢滚圆变长 类似擀面棍的长度 圆形宽度缩小 大约至1英寸宽 中间切一半 把切下的面团两个对齐 再切大小约1英寸宽 桌子上撒上面粉 取一小面团压扁 擀成圆的面皮 先擀一下 主要是要确定中心的厚度 以及是圆形的 而不是歪歪扭扭 不整齐的形状 开始擀边 边大部分是比中心薄 因为等一下在包的时候 两个边互相粘合的话 如果不擀薄 皮就会太厚了 所以边一般来说 是中心的一半厚度 所以在擀边的时候 稍微用点力 擀中心的话 就不要用那么重的力量 再一手拿干 一手抓面皮 边转面皮 一边擀薄 如果一次擀很多面皮的话 时间久 面皮需要盖 可以使用保鲜膜或是盖子 这样面皮就不会变干了 面皮放入大约2小匙内馅 在面皮中间压紧 手把内馅压成长条 注意两边要留口就是小洞 最后把两头尾压按压一下 主要把洞口压小 还是留小细缝 这样内馅就不会跑出来 先把大盘上撒上一层面粉 避免沾黏 将包好后的锅贴一个一个的排放整齐 放入大盘 准备粉浆 倒入半杯的水 加入一大匙以及一茶匙的面粉 搅拌均匀 加入一茶匙的公盐乌醋 加入一茶匙的黑芝麻油 用打蛋器搅拌均匀 使面粉充分融化 取一大的平底锅 冷锅放入一到两大匙的油 放入锅贴 全程开小火 如果火力的大小是一到十的话 调到三 先煎底部 煎到底部出现漂亮的黄色 粉浆再用打蛋器搅拌均匀 倒入粉浆 全部锅贴底部都腌到就好了 盖上锅盖 焖煮大约四分钟 大致水已经收干了 开锅 最后再慢慢收干剩余的粉浆 主要是围绕着锅贴的四边 呈现酥黄色就可以起锅了 现在还差一点点 现在围绕着锅贴的四边呈现酥黄 可以起锅了 可以清楚的听到酥酥脆脆的声音 酥脆可口的锅贴完成了 谢谢收看乳酥食谱 下次见